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咱们继续学习VOE2的进阶课程 今天咱们的标题是 大家请看啊 命令行的安装 以前我给您讲解最初级的VOE的使用方法是 咱们没有安装 咱们直接在这个浏览器中进行引用 今天开始咱们用命令行的方式先安装 然后咱们看看怎么使用VOE这个框架 好 咱们看一下今天的知识点 就一个VOE命令工具的安装 怎么安装 咱们看一下这官网 就是所谓的官网 就是它的这个GitHub 咱们看一下 这是我的官网 好 够 我官网是拿这个Node.js写的 然后呢 套用一些模板生成的网站 自动生成网站 然后呢 都把它框架成这个HTML 好 这是另外的话题 咱们看 这个是VOE CLI的官网 咱们先看一下啊 这个地方大家请注意 Blaunch这个地方 Blaunch的地方 这个不知道为什么 我也知道为什么 它用了默认的Blaunch 是一个DV开发分支 一般咱们用哪个分支 一般咱们用Master分支嘛 对不对 为什么 因为这个VOE版本啊 现在是3.0版本的正在测试 大家请看 重要是Beta版 它正在测试 如果咱们用这个命令行安装的话 装的是3.0的Beta版 我觉得咱们如果装Beta版的话 用于学习行 但用于咱们这个工作中 企业开发是不行的 那么怎么办 咱呢 并不用这个3.0 为什么 Beta版 咱们用哪个版本 大家看啊 我把它切换到Master 这个是它真正的产品主分支 换句话说 是它真正职业支持的 你看这是游宇熙游大神的头像 是吧 咱们点这个Lilis 咱们切换到Master分支 然后点这个Lilis 其实这无所谓了 咱们不切换那分支 也能点Lilis 咱们大家看 它一直都是这个3.0的Beta版 包括Alpha版 咱们往后翻 下一页 这样下走 这停了 大家请看 这是正式版 2.9.3 这个版本是VUE命令行的最新正式Lilis版 咱们装这个版本 好 咱们回到咱们的课件 怎么装 看啊 实际演习 咱们来装一下 首先说 用NPM这个命令 NPM是什么东西 NPM是Node.js的第三方包管理工具 如果说您不知道NPM 没关系 您听一下我的Node.js的课程 里面给您讲解了NPM 今天咱就不再做Node.js的知识补集了 咱马上安装 首先说 咱们先看一下它的版本 用NPM的售命令 咱们试一下 我这正好有一个密堂窗口 咱们拷贝 然后回撤 我的网络应该不慢 我现在是晚上大概10点半左右 出来了吧 咱看啊 看哪 看它最新的Lilis的地方 我找一下 大家请看 这个地方是2.9.3 是18年2月5日 Lilis 应该是比较新了 咱们再往上 还不是看这个位置 看这个位置 看这个位置 看这个分发的tag 分发的最新版本是2.9.3 没有问题吧 咱们就装这个最稳定版本 而且也是刚刚发布 也不是刚刚发布 22月份发布 对不对 怎么安装 那请看 这样安装 NPM 然后呢 install 然后呢 加一个-g 为什么 全局安装 这样的话 咱们只要开个终端 就能够使用 然后怎么敲 大家请看 VUE-CLI add 为什么加add 加add代表 我可以指定 我要安装哪个版本 因为我不想安装最新版本 我只想安装最稳定版本 所以我后面的指定 2.9.3 没有问题吧 如果您是Mac或Linux用户 前面要加上一个SU2 咱们安装一下试试看 其实我机器已经安装完了 但是为了这个演示 我呢 再给您安装一遍 试一下 哎 稍等 我怎么把这2.9.3考过来了 咋了 好 试一下 够 机器已经安装完了 这没关系 再安装一遍 只不就覆盖了 对不对 看我这网络速度怎么样 哦 正在安装 应该不是太花时间 因为我也是前日安装的 对不对 前日是做这个准备客件时候安装 然后今天呢 就正式开始录制嘛 让它先装吧 不管了 装完之后 咱们有一个命令 是非常的重要 就这个命令 确认一下咱们安装的版本 对不对 但是注意 这个VUE命令行很奇怪啊 为什么 看命令行 一般咱们都用这个 杠V杠小V 对不对 哎 这个VUE好像这个 有点这个特立独行 人就杠大V啊 哎 无所谓 那咱们就大V 反正我也记住了 只有VUE 这个命令行工具 是大V看版本 其他的我用了所有工具 都是小V看版本啊 没关系 咱装完了 试试啊 我这直接敲了 VUE空格 大V 回车 2.9.3 没问题吧 OK 接下来 杠H 你看 这H它都用小H了啊 来看一下 这个命令行帮助 咱们也看一样 Go 你看 它命令行帮助 非常的简单 但是呢 在3.0版本 因为增加了好多新功能 比较复杂 咱们先用这2.9.3 看啊 其实就四的命令 第一 触手画 为什么 咱们用这个工具触手画命令呢 来触手画咱们一个project 或者说叫一个app 例子呢 是看一下咱们当前可能的模板 为什么 咱们用这个命令行工具触手画 咱们的工程 是基于某些模板下 给咱们触手画 咱们你说触手画完之后 咱们从零开始编 没有意义嘛 而且呢 咱们对咱这开发效果来讲 也不是好事 所以说呢 咱们需要接运某个模板进行安装 这个build 这个是发布 把咱们编过的一些个组件啊 然后进行打包发布 用到这个build命令 还有这help 这什么意思 这意思就是说 你哪个命令不会使 你就打这help 当然就四个命令 就三个命令 实际上说 所以说这help命令 没什么用 好 那咱们试一下吧 比如说 我想看一下这个初始画 这个命令该怎么用 你看我这给你写了一个吧 vuehelp 然后是init 试一下 vue控格help 咱先来个help吧 跟刚才是一样 然后控格init 回撤 他会给您讲解一下 init这个命令该如何使用 我这电脑 不知道为什么 网络可能是 晚上用人多是吧 可能我们这楼玩游戏人很多 另外的话题了 咱们看啊 怎么用 我看这个地方 大家请看 他给您举个例子 vue 然后init 控格 这个是什么 模板名 然后再控格 是什么 您的工程名 或者说是app名 这样就能够使用 当然呢 您用这个命令行的方式呢 是说使用vue默认的webpack模板 因为咱们都知道webpack是个web打包工具 对不对 当然 还可以支持您自己定义的模板 怎么写 这样写 vueinit 然后呢 跟上github的一个用户名 再加他的子项目名 然后呢 再是您的这个工程名 一般来说 咱们对于初学者来说 呃 咱们用这个标准的web 给咱们提访模板 webpack就足够足够 用不着用咱们这个第三方了 比如说有一天您用的非常熟了 您想自己编写模板 没关系了 您就在github上建一个账号 然后建一个工程 然后证明您自己的模板呢 使用 还可能还可以分享给我们这个其他的朋友使用 对不对 目前呢 我想呢 我这条课程是基于wee默认的模板呢 给您讲解 好 咱们回到课件 今天的课件应该就是这么多 干什么 咱们呢 安装了一下wee命令行方式 但是注意 我再次强调 咱们不安装beta版 咱们只安装成熟稳定的版本 2.9.3 今后我课程呢 都会基于2.9.3进行讲解 比如说您看到我这课程视频的时候呢 可能说 3.0已经发布了 那没关系 我以后呢 再补3.0版本的安装以及讲解 目前来说呢 咱们就基于最本领版本进行讲解就可以了 这是我的计划 好 以上就是今天给您分享的所有内容 应该不是很难 今天呢 我的代码呢 会放到开源中国的服务器 我的视频呢 会传到YouTube跟You酷进行观看 因为YouTube是高清没有问题 我同样的1080视频 传到You酷的话 不知道为什么 You酷转码呢 总是失败 所以我呢 极力推荐您 练练伸手 翻翻墙 让我去YouTube进行观看 好 那这个视频就给您分享到这里吧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